就发现摩克有点精神倦怠 整个过程我们带你来听 原方的说明 到了17号呢 就是他整个病程发展太快 甚至可能动喘 或者是快速的 可能更厉害 一点多就停止呼吸 非常非常不幸的 台北市立动物园方表示 目前不排除是热衰竭 或者是感染导致的 明天会进行解剖 来厘清初步死因 也针对摩克的伴侣摩利 来进行筛检 不过还好结果是一切正常 摩克是2015年 在杰克布拉格动物园出生的 2018年来台 小孩摩豆跟摩花豆也接连出生 那么动物园接下来 还会替摩克来举办追思会 怀念他